戴上船长帽开着电动休闲船 行驶在美丽的黄金海岸享受午后时光 开船出来兜兜风是澳洲人的日常 而最近这种电动休闲船的询问度倍增 从河边缓缓开过 这种电动休闲船的最大特色 就是速度很慢 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而且噪音很小 出门兜风都不怕吵到周围邻居 再加上全面驱动可以省下不少油钱 最近在澳洲询问度爆棚 而在欧洲的话题人物是这台 长腿美女在海面上开心的骑着自行车 你没看错她真的在海上 这台来自西班牙的电动自行舟 结合小踏车和划船 除了运动还可以骑去钓鱼 就像是把自行车架放在冲浪板上 超酷的电动自行舟分成不同型号 有享受健身和冒险依照使用者需求 拥有不同配备 像是冒险版前后就多了两个网袋 一个安座袋 跟钓鱼支架 想其他去钓鱼不成问题 让今年暑假的水上活动 增添更多不同想象 德文财业新闻彭德与张华珍综合报导